我告诉你,段路节的粽子你应该这样包 准备了一只高蟹,一只大龙虾,还有十来个鲍鱼 先将螃蟹和龙虾上锅蒸十分钟 等待的时间刚好可以来处理鲍鱼 给它横切山下,这样好看也更好吃 水开下去烫十秒,洗干净之后再把它对半切开 龙虾蒸熟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肉取出来 更新了几百道美食的你到底鞋会几道了呢 再顺着纹路把它切成大块 你再看看一只高蟹,到底有多少蟹黄 有些人虽然静静看视频不聊天,但是他会点赞 这样的人又帅很低调 把蟹肉跟蟹黄通通用上 锅中下少许油,把五花肉炒至表面金黄 后下两斤淘好的糯米,不用提前泡水直接炒 调料只要下盐,生抽调味,老抽调色 你要知道闽南的烧肉粽,这个米都是要经过炒至才会香 而且要少量多次往里面加开水,让它吸收 炒到六分熟就可以了 准备两片提前泡过水的粽叶,从中间折起来 你要保证每块粽子里面有一块肉 大块龙虾,鲍鱼,蟹肉,还有蟹黄 最后再用糯米封口 这包粽子的手法,小时候也是跟妈妈写的 还好没有忘记 最后用这种绵绳把它绑紧 一共包了16个左右 放在高压锅里面,加水没过食材 开小火压30分钟 热气腾腾的粽子就出锅啦 有人问这样更好吃吗? 好不好吃先别说,这样肯定更亏 不过呢,自己亲手做给家人吃满满的幸福感 就问你学会了没有呢? 可不要逼着我带着食材去你家教你哦 忍不住啦,先来一口 不给你血粉 走 走 走 感谢观看